严城区中山里有条相当著名的五金街 而里长家中正好就是经营70多年的五金行 吸引许多古万爱好者前往挖宝 另外中山里还有社会综合福利馆 提供亲子共学、退休长辈培养第二专长 更多关于中山里的发展点滴 都在7月6号晚间9点的公立活力灾 严城区一直以来都充满着浓浓的复古怀旧气息 来到中山里里长服务处 更能感受到时空倒转 各式各样的古早生活用品五金百货 在这里都看得到 而且每一样都充满着历史故事 相当耐人寻味 从以前我们阿公就开始都在经营 只是以前是路边滩的形态在经营 所以我来这里也可能看到 以前我的师徒跟我说 有个堂山客由台里加这个废话 到目前前几天我还会招出这些废话 中山里除了里长家的五金行 是一大特色外其中不能不提到的 就是社会综合服务中心 功能完善的福利中心 不但提供了亲子共学的活动空间 因发长辈来到这里 也有各种课程可以参与 丰富退休后的生活时光 因为现在少子化 在生的一定都是爷爷奶奶照顾 我们很贴心的在我们社会馆 就有一个专门亲子活动空间 就是可以带小孩子到那边去玩 而且我们还不只照顾到小孩子 我们连老人家 我们都照顾到好好的 不论是里长家独有的古早味 还是福利中心提供的各项功能 都让中山里独树一格 里民也大赞幸福快乐 还有更多关于中山里的点滴故事 都在7月6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 公立后立灾 港都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